台北市战前的忠孝西路是公车路线密集的市区主要干道 从1978年起进行机车到现在已经有44年 不少的机车族都期盼尽快的开放 台北市交通局在今天宣布 从12月14号开始 忠孝西路的重庆北路到中山北路段 将会开放晚间11点到隔天清晨6点 让机车夜间通行 不过消息一出啊 让骑士们相当傻眼 更被讽刺说是给鬼奇吗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说将会慢慢开放 台北市战前的这条忠孝西路 是公车路线密集的市区主要干道 也因此从1978年开始 这边就禁止机车通行 但是很快的从12月14号 大夜时段就能开放机车上路 考量到公车进出站容易跟机慢车动线交叠 产生行车冲突 北车站前的忠孝西路进行机车 至今已经有44年 但随着忠孝桥引道拆除 还有西市门户计划改变车流形态 台北市交通局宣布从12月14号开始 每天晚上11点到隔天的清晨6点 忠孝西路的重庆北路到中山北路段 开放双向外侧两车道 让机车在夜间通行 但开放时段的消息一出 骑士很傻眼 夜间开放时段中校西路往三重方向 在中山南北路口跟管前路口都将设置机车代转区 让机车两段式左转 不过在重庆南北路口则是禁止两段左转 机车只能执行或绕道 好不容易捷径 却只现深夜被讽刺是给轨骑吗 深夜事半才先行观察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说会慢慢开放 让机车族早日结束待车梦魇 这里所以陈建国台北报道 不少餐厅为了吸引顾客上门 都会主打餐点限点限作 不过在台中市南屯区的一家小吃店 老板却在菜单上面非常诚实的著名 就是调理包 让民众看了直呼 老板未免也太诚实了 而照片一出也引发了网友热议 有人认为说调理包的料理 还要卖100块钱很贵 但是有人觉得说价格蛮合理的 因为除了主菜还有四样配菜 其实已经算是很佛心了 公保鸡丁大火快炒 咸香气息让人口水直流 不少便当店主打餐点限点限作 不过台中南屯这家小吃店 立项操作 看看菜单上有香菇鸡饭 咖里鸡饭三杯鸡饭 韩式烧肉饭价格只要100元 但上头却出名了就是调理包 民众看了傻眼 只说老板写菜单时 一定误实了诚实豆沙包 有点奇怪 我觉得少吃比较好 之后可能会得爱 应该不会买 放很久的感觉 因为我懒啊 不难吃就好了 有现成的他调理包我也没差 这个社会太多欺骗了 我会反而是变成说 另类去吸引顾客的一个方式 照片和上网立刻引起一万有热议 有人认为调理包卖100元很贵 又有人觉得合理还有四样菜 这价格很佛心 先诚实再成糟 比那种秘密用调理包 还骗是自己煮的强太多了 我是要在他面前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的 所以我不希望让你看到以后 觉得说是调理包 那老板我不要了 我就直接写在上面 这个东西你点或不点 对我来说都没有差 你不点对我来说还好的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赚头 我只是让人家多一点选择性 老板说调理包价格大约落在五六十元 加上白饭配菜还有店主成本 薄利多销根本毫无赚头 能够快速解决了调理包 这会因为小吃店老板在菜单上诚实禀购 也让CP值意外掀起论战 接着我们将林嘉明 台中聪明 住院惊魂 高雄有一名女子投诉 说某医院的病房环境非常的脏乱 到处都爬满了小蟑螂 而住院期间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清洁人员前来打扫 跟院方反应也没有得到回应 让他相当无奈 不过对此院方表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到任何的申诉 还在查证当中 一只只黑色小虫在地上爬 仔细一看竟然是蟑螂 在医院的病房竟然任由他们横行 爬爬爬到处爬 这边一只那边也一只 甚至把拖鞋拿起也能看见他的身影 让病房内的病患相当崩溃 家属陪伴的影子 把拉出的都是小强的尸体 那睡到半夜的时候 那个蟑螂还爬到身上上来 就很多只人太过张了 回想住院期间简直是场噩梦 就在上个月30号 翁小姐住进高雄知名医疗中心病房 起初看见几只小蟑螂不以为意 直到晚上睡觉 感觉有东西在脸上爬 开灯一看竟然是蟑螂 当下仔细检查 从地板到墙上 杯子 病床 茶杯 都有小墙的身影 甚至在床底下发现医疗用废弃物 向院方反映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甚至住院三天都没看过清洁人员来打扫 针对翁小姐的指控 院方表示目前没有接到任何申诉 还在查证中 如果属时会积极改善 但住院养伤并还没好 还饱受惊吓 只盼赶快改善 别让住院变成一场噩梦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宜兰罗东有一家民宿 养了号称机械的蓝宝尖尼乌鸡 养到产下迷你畸形蛋 这个蛋到底有多迷你呢 我们仔细看看 其实这个蛋不仅跟十元硬币的大小 差不多形状还神似冬瓜 硬硬的拿起来看 就是这颗迷你蛋比一比和十元硬币 差不多大小 在其他鸡蛋旁显得超级小颗 而且迷你鸡蛋还神似缩小版冬瓜 让四组直呼好特别 一般的蛋大概 像这个是刚刚生的蛋 这个是他生出来正常的蛋 没看过 目前没看过 那个 那不像蛋吧 那是蛋吗 宜兰罗东这家民宿三年多前 获赠有基建兰保建立支撑的西马尼乌鸡 他们产下的蛋其实原本和市售鸡蛋差不多 没想到最近有些蛋明显变小颗 尤其是这颗迷你到令人惊艳 而且敲开一看 发现蛋黄不见了 因为我们台湾引进来之后 就是一直进行交配 然后慢慢可能就有点退化 来自印尼有基建兰保建立支撑的西马尼乌鸡 若品种纯正 一只要价好几万元 近日产下迷你蛋画面曝光后 网友议论纷纷 有人笑称这是变形金刚的好朋友变形鸡蛋 也有人问这颗鸡蛋确定不是结石吗 好笑留言让乌鸡下蛋意外在网路上掀起话题 记者李柯彦宜兰报导 好笑话 好笑话 好笑话